南無本師 釋迦牟念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念佛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君见闻得受此 我君见闻得受此 愿捷如来真实意 各位法师 各位副法基士 大家好 我们继续研究金刚波罗波罗蜜金中的理色理相 第20份 我们打开经文 虚菩提一意迎合 佛可以祭足射身见佛 佛也是真 如来不应以祭足射身见 何以故呢 如来说祭足射身 祭灰祭足射身 是明祭足射身 虚菩提一意迎合呢 这一段文 大概我们 下文的方式就是 佛告诉虚菩提说 你认为佛可以从祭足射身见到吗 虚菩提讲不可以 佛陀不应该从圆满庄严的射身之次去见如来 为什么 因为 如来说过圆满庄身是因缘假合的幻象 圆尽则妹不是真实不变的实体 只是假名为射身而已啊 那么既然如此 那么既然如此 佛就说 虚菩提 那么可以从祭足诸相中见到如来吗 虚菩提说不可以 佛陀不应该从三十二相八十种 八十种号之次去见如来 为什么呢 因为如来所说的诸相记足 是信德圆满而视线的幻象 是为了度化众生才显现的啊 并非真实的相貌啊 不过是一时的假名而已 这一段文章 佛陀西菩提的对话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里面呢 我们还要深入去研究 什么叫如来 什么叫佛 什么叫诸相记足 这些问题 都是佛门的专用名词 所以在这个理设理相第二十分之中 我们要讲之前 当然前面我们也讲过 深相的问题 在第五份 第十三份 佛陀也问过虚菩提 说可以深相见如来吼 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吼 深相以三十二相 是属于硬化的色身 在第二十分呢 经文之中我们谈到 巨足色身 那么这个道理呢 跟第五份 第十三份的色身 到底有何不同呢 你如果没有深入研究 你会感觉这个金刚筋啊 活头呢 为什么讲了又讲 讲了又讲 好像是在重复的一直在讲 其实不然呢 它每一份手讲的道理 都不一样的 当然啦 你明相方面呢 在明相方面呢 在明相方面呢 你听起来好像很雷同 而且呢 又好像在重复 各位记得 佛陀没有诗意耶 他很清楚耶 他要讲什么呢 很有头绪的啦 所以我们要理设理相 如来 所不应以祭足色身见 又不应以祭足诸相见 你看不一样哦 你看看起来好像是一样不一样 我们应该了达三十二相不可得 那是真空实相 所以我们要理设理相 设就是一切四线的设法 诸法之中 本来有设法有心法不同 有形有质之法 以无知觉之用 这些都称为设法 设法就是物质的 设法就是你看得到的 相反的 无形的 能看到 而有知觉之用的 再称为心法 那么呢 设法心法 在知法之中 也可以称为设心 设心二法 我们人体就称为身心 身心就是我们的精神 以我们的肉体 身因为有形有质 所以称为设法 现在我们讲要理设 因为一切设法 都不永远存在的 会变的 会坏的 是希望的 不实的 也就是 成为我们将来要解脱上的障碍 所以 应该是要原理 你不原理一切设法 将来你会被这个设法给你绑住 那么要如何理 我们会慢慢的去研究 相 相是在指的一切事物的相状 世间诸法有性相之分 性就是空无 称为性空 相也是空无 小成人称为性 在波罗中所说的 相空这一份 只要就叫我们要如何理相 金刚经上说 还所有相 皆称为希望相 知相皆是非相 所以我们应该要原理相 在前面我们谈到 知相非相的道理 那么相是不实在的 假如能够知相而非相 那我们及时就破了相分 何为相分呢 相分就是从我们的心中生起来的 浮现在眼前的种种相貌 现在你们坐在我眼前 你们就是我的相分 那么这些相分 就是要理射 理相 就是要我们物射相 是虚妄 会真实之后 应该理相不住 这个时候 就叫做破见分 什么叫做见分 我们看到相分所生出的指观作用 自心所生观念的想像 那么相分就是实以色法 见分就是实以心法 那么心是非真心 由此推测事理 我们就知道妄想心 如果我们不将这个妄想心降伏下来 到时候 我时常以外在的六层境界接触 自心就更不能明亮 所以我们念佛的人 当然应该注意到这一点 讲到念佛 诵经用功 你说我不执着这些 我尽量呢 不在意这些 各位 今天你在念佛用功 有人在讲话在唱歌 你有可能说 你唱你的 你讲你的 我念我的佛 不受影响 你送经的时候 人家旁边在那里叽叽咕咕的 你说无碍 你们讲你们的 我送我的经 有可能吗 你的相分跟你的见分 你的心法跟你的设法已经 抵触了 你还有办法吗 你的妄想心还可以吗 所以各位 有时候我们讲话很矛盾 曾经有人告诉我 他有一次 在舞厅里面 看到一位比丘 我 坐在那个 舞厅喝咖啡 他问我 师傅啊 出家人怎么可以到那种长手啊 长手 又如何念佛啊 而且出家人穿的是身服 坐在歌厅 舞厅 一乐长手 确实很不适合 不管你的工夫好到什么程度 你坐在那里 喝着咖啡 哼着音乐 听着 夜耳的音乐 那有影响吗 有啊 怎么会不影响嘛 所以各位 我们的自信 接触到外层 而不受外层干扰 这个这是 顶尖的功夫啊 这种功夫是不用嘴巴来讲的啊 他有定力 假如讲 能够了解到色相非相的道理 这个时候就叫做破相 色相就是什么 好比歌星在唱歌 舞女在跳舞 你在这个当下 你知道 可是 你并没有感受到 有美女在你的眼前 歌舞 为什么 因为你透过你的修为 你可以看出 那两个人在那里跳舞 是一对骷髅啊 哪是啊 是色相啊 你不相信你用X光给他照起来 你X光偏拿起来照 你看起来就一对骷髅在那里 X光照过了骷髅 你还昏不知是男是女呢 各位 各位 我们在X光的前面 一照起来 你说你穿很多衣服吗 其实就是一张 白骨 有什么 所以各位 是不是两副骷髅而已啊 你有透 透视的眼光 你才有资格 破相啊 你才有资格说 没化暗 你的眼光已经 无法破相 那你勿得 剑相非真 这个时候你就要做破见 你知道吗 灵验无性也不能破见 破见就是邪见 所以前面我们所讲的 知相非相之意 谈相者 比较多 那么分之一 他的主要宗旨所说的理相 理设理相 这就是要我们进一步的去破见 这种功夫是不容易邪道的 不要在表面上 说我不执着这些了 我不在意啊 所以各位 什么叫做真心 什么叫做忘心 就在这个地方 马上就可以揭晓 譬如讲 有一些阿嬷就是祖母的 他吃常灾 那么跟孙子的儿子同桌用饭 那么儿子孙子呢 是吃的是大鱼大肉 祖母们呢 就会感觉到说 没有关系 你吃你们的 我吃我的啦 那是可以啊 如果你真心到无所谓 假如讲 你在吃的个程之中 你看到他们满洲的鱼肉 你会想 我以前最喜欢吃这个啦 这个就是我最爱的 各位 你的真心走掉了 你的妄想心 出现了 所以你太不小心了 你这么一讲 你当下破了灾结 我们要谈心嘛 叫你理设理相 要怎么理 你的心如果不理 所以我们呢 在生活之间 有时候你不要大义施荆舟 你不要认为 这个对我来讲没什么 各位 起心动念 又有谁能抓得紧 哪知道你现在要想什么 所以你说 我这样讲也不行吗 我也没吃啊 因为你的真心走掉 你的妄想心跑出来 所以在这个当下 你就换戒了 破戒了 破了你的灾戒 我没吃啊 可是 我们讲心法的时候就是换戒 所以金刚经里面 就是要我们破心破相 为什么 要理设理相 因为设相外面 没有实相 要在信中看到实相 全在诸相不住 心者也非妄想心之外 另外去找一个真心 心只有一个 妄想心也是这个 真心也是这个 心之真妄本来是同一个念头 一念之差而已 为何说一念之差 你想啊 修行慈哉 内心非常滑喜 一念的善心不吃肉很简单 但是有的人会讲 师父啊 我想持宅都没办法 好几次又是破了 看到人家在吃大鱼大肉 我就吃了 那么呢 有时候下定决心 好决定不吃 可是 他的心 没死了 所以有时候看到人家呢 只分的啦 那个闻到那个分的味道来 他只是一念之差呢 他还会想 就会想到说 现在这个味道就是什么什么 所以各位 所以各位 功夫的程度 你就不要与他掺杂在一起了吧 你分不开 你没看到就好嘛 所以我们吃灾的人呢 最好不要跟吃分的人 混在一起吃 也不要去看人家吃 你说嘛 今天呢 我们出去 换鸡 人家分家 那么人家分家 你吃灾的 你干嘛要去跟人家共业啊 不行 我是亲家 我不去怎么行啊 好可以啊 你要另外一桌素摘啊 假如讲 你跟吃分的人同桌 你只有一碟小菜在你前面 你看人家大鱼大肉在吃 尤其 鱼蝎啊 那个 薰味很重啊 你怎么吃 所以各位 所以说 眼不见为净吧 最好你是不要看 你既然不吃这种分食 你就不要看人家在那边吃 你那看人吃呢 好比一讲 你看人家吃那个 那个现在呢 秋天的大鞋 大夹蟹啊 你一看 哦以前我最喜欢吃那个饺 那个饺要怎么吃怎么吃啊 你想 你有没有吃到那个 那个蟹的生没有 你脚都你吃掉了 所以 我们不看了 心里就不动 那有什么关系 我一面吃 我是这样讲 各位记得 金刚先是讲心法 我们在讲心啊 不是在讲相 所以叫你理设理相的原因 就在这里嘛 你去体会啊 你不眼理设 你不眼理相 你的心 妄想心就很容易拿出来 所以说 你要拿那真妄之心 你无法自我控制啊 这就是你 什么叫做敏 你就是这样啊 你自认为我功夫很好啊 对不对 结果如何 你就好比水结成冰 这一结呢 结就是好比冰融为水 那么请问 冰跟水 实质上 有何不同 同啊 冰就是水啊 谁能结成冰呢 那么功夫在哪里 在你的观念而已啊 你的妄念不深 你的色心 二相相待而有 前里就是不可能 不可能两种 都要离开 不离开也不行 不离开就是真妄并存 所以才告诉你 一定要学到理相 如果你还没有见到法身 那就必须理色身 那么色身理啦 就没啦 可是 但是 我们还没有见到法身之前 我们不可以离开色身啊 那么众身是有佛性 尚且还没有见到佛性 我们龙男还是众身嘛 我们龙男还是众身嘛 众身就是色身嘛 我们还没有成佛咧 所以持品 但是我们 那就是我们 这个相就是这个相 究竟非真 相中见无相 所以真正之法身佛性 就是教导我们不要住相 不住相 不住相就是相见 也不可全部离开 全部离开就成为断媚见 只要在相中能领摆 其灰相 以色中能物其灰色 这称为不济不理不依不义 此时才是理色理相之道 好 我们来回想 应以此功德 庄严佛尽度 上报是从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生 同生极乐果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